在去年我還有一個朋友 丟了一個台中的凶宅給我 丟了一個凶宅給我 問我要不要買 而且是凶宅的法拍喔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法拍資料 人家說法拍物不是通常比較便宜啊 哇 大家熟 結果我一看 這麼便宜 我就第一個印象 他就有幫他評估嘛 我第一個印象說 他是不是凶宅 結果呢 我的朋友說 你也這麼准 我說對啊 那個地方的 我看那地方的地段 那七期啊 那地段 那他開那個價錢 差不多半價而已啊 我說 七期 半價 如果不是凶宅 我跟你說 我不要排隊也去買 對吧 那有可能 但如果是凶宅的話 買的話你就三四而行囉 但是呢 一般而言 大家都知道 買凶宅的價錢呢 大概至少就是五折 七折 七折 七折還賣不出去的 大概在五折左右 但能夠這麼便宜的買到 你要能夠住的進去 你也要有辦法 有這個份量才行喔 可是呢 最近很奇怪喔 天母喔 有個凶宅喔 而且這個凶宅還是凶殺案 那個真的是兩死一傷 爆頭身亡 被人家凶殺 凶上架凶 暴頭身亡 兩死一傷的凶宅 結果這凶宅居然 溢價出售 溢價欸 就是比原本的底標價高過 原本的標價呢 是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三萬 結果他賣到多少錢 賣到兩千兩百四十三萬 多了一倍 多了一千萬 多了一千萬 對 那到底是誰 居然 不會吧 這種房子照理說 不會有人想買吧 對 好 這是什麼回事呢 這是一個案例呢 是一個無姓男子呢 他在天母有一個法拍屋 這個法拍屋呢 還是別墅付車位 燙喔 燙喔 真的燙啊 可是燙 你要想想看 裡面兩命 兩命 兩命在那裡面 你敢住嗎 對 所以就看 我的話我是不敢進去住喔 好 那當時呢 結果原本底標呢 應該是一百二 一千兩百三十三萬 含車位喔 哇 臺北市天母喔 好便宜耶 兩十一三 你敢嗎 我不敢 我不敢 我也不敢 我任何住的安全 住的平安 但是有人敢買 就是他呢 他想說呢 他就想說我來標 他原本想說我要標呢 一千兩百四十三萬 也就是說比底價再高一點點 高一點 所以他呢 保證 因為我標過法拍屋 那標法拍屋呢 他是需要繳那個什麼 保證金 保證金的 那繳保證金 那你呢 就是標 你所以標證不能亂寫 標證不能亂寫 你保證金會沒收 而且還追繳你啊 對 對啊 所以說你這個 這個是法院招標 你不能開玩笑的啊 對 好 那結果呢 在開標的時候 他們會念嘛 幾號多少錢 幾號多少錢 念到他的時候 全場驅然 全場怎麼會這樣子 一千多萬居然含到兩千多萬 兩千兩百四三 溢價一千萬 他為什麼這麼繳的 一定要買這個房子啊 到底什麼理由呢 人家一般人都不想要買 他只想撿便宜 但也不用花到這麼多錢吧 為什麼這樣子 就有記者去問他 你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房子有什麼特殊理由 還是這個房子你有什麼特殊用途 你逼他不可嗎 結果他說 他呢 他說很奇怪 他在寫這個標單的時候 他呢 他是要出價 一千兩百四十三萬 他說那我就呢 加個十萬塊 一四一四 超過底標就好了 那就剛好就多一點點啊 多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他們就是往上加一點就好 沒關係 有就買進來 沒有就隨緣 可是他說他覺得奇怪 他呢 在寫的時候呢 他沒有感覺到自己寫錯 他呢 就有好像是手呢 被人家拉著在寫字 結果呢 他心裡面想說 因為標案呢 標金都要寫大寫金額 對 所以一要寫那個 像是大寫的一 中文字的一 中文字大寫一啊 結果他那個大寫一呢 就寫成大寫的二 不可能吧 那個字要寫錯很難吧 對 一跟二差太多了 對啊 那因為我們的標案 中華民國這種正式的標案文書 都是新台幣的大寫金額 他怕你阿拉伯字會畫錯 而且還有規定 就是當你這個 阿拉伯數字跟大寫金額衝突 寫錯的時候 以大寫金額為主 好 於是他就寫了 就是大寫金額2243 都是寫國字大寫一印 糟糕 就宣佈他得標了 他就是說他當時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有人在拉他的手 拉手 可是像台中這邊 也有一個沙路的這個老公寓 這個房子本身的話 也是個凶宅啊 這個老公寓也是個凶宅 而且這個公寓的租金 只要1000塊 不知道到底誰去租 我是不知道 因為能夠租的到這麼便宜的房子呢 大概我覺得像王定宇委員 他8000塊房子算便宜 怪不得今天王定宇在電視上面說 他嫌貴 嫌貴啦 他搞不好阿拉伯要去租這1000塊了嗎 我看他應該不敢租這1000塊 我想應該不敢 那個包接送包早餐的 還有包美女房東 對啊 這個還包可能包女鬼 喔喔喔喔 雞皮哥拉都起來 定宇委員應該不會想去租這個房子吧 對啊 對啊 可是1000塊 1000塊 為什麼 他這個三房兩廳兩位 三房兩廳兩位 好大耶 好大 對啊 租金1000塊 這麼便宜 敢不敢住 我可以告訴你 這一個 出個什麼事 這個房子呢 連續6個租客在那邊上吊致敬 而且每一個都在相同的位置 哇天啊 我跟你講真的是 你聽到都會覺得非常恐怖 你想看你走進那個房間 你看到這個牆 你就覺得這個地方有6個人在 在這上面 多麼的讓人覺得毛骨悚然的事情 真的很恐怖 所以像這樣房子 我真的覺得 屋主如果 就是在可以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不是要改建 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他鄰居 很多人都說 那邊會有很多奇怪的聲音 包括空租了兩年多 然後 然後呢 對面的鄰居呢 問說你那房子有出租啦 結果沒有啊 房東說沒有啊 我沒有出租啊 房子兩年都沒人租啦 他說不會啊 我聽到你的房子是不是出租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聽到有學生的聲音 還有樓上 你們上面還有電視機開著的聲音 你是租給學生 房東說沒出租啊 對 他們的房東的朋友說 你那房子出租了是不是 空了兩年多了 最近是不是出租了 裡面還是流浪漢在裡面 對 沒有 裡面他說是不是住學生 就是有聽到學生的聲音 還聽到電視 房東說沒有啊 我沒出租啊 沒出租 對 然後房東想說 到底是不是有人跑進去 那裡面怎麼對啊 沒有人住啊 那到底那學哪裡來的 電視什麼聲音 而且 怎麼會有電視聲音 而且樓下的房客 有時候還抱怨說呢 你樓 他的這個樓上的這個房子呢 會有人晚上那邊走路大聲 砰砰砰砰砰 拉椅子 因為有些年輕人呢 就是晚上不睡覺 然後腳就是腳勁又大 走路呢就大力 所以說樓下覺得上面腳步聲很大 那他就覺得很吵了 或者說椅子用拖的 啊嘎嘎這樣子 結果呢 結果沒有啊 上面還有沒人住 空的 對 空的晚上半夜上面 居然樓板有聲音出現 而且還有什麼 還有樓下住看到呢 樓上呢 他很生氣為什麼 樓上在抽煙 然後樓上抽煙的 那個樓上有人在習慣不好 抽完煙呢 在彈 沒有他可能不彈煙 在彈那個彈煙筒 因為有的人呢 抽一抽 最後呢 那煙筒要洗的 他可能陽台沒有東西 沒有營養應該可以洗 用彈的 把那煙筒彈下去 彈煙筒是不是就有火星 會啊 對 他就看到上面怎麼會有人彈火星 然後彈煙筒火星 天啊 為什麼還有火星 明明是他沒人住 那怎麼回事啊 對 所以這個 到底這個房子怎麼樣 是不是這個房子一次呢 他居然可以有 六個人在同一個地方 上吊親身 那會不會是一個家 抓交替的情況